哈囉大家 我是哲瑞 想必在最近很久沒有比賽的日子 大家一定都悶壞了吧 但不管你是騎車、跑步或是爬山 其實對你的身體維持都非常有幫助喔 那今天我們要來挑戰一條 北部堪稱是最危險的一條登山步道 為什麼危險呢? 它不是距離很長 也不是爬山很多 而是它的視覺饗宴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來到了平溪車站 這邊旁邊有一條笑死扇的登山步道 爬山起來非常非常有挑戰 那今天我們爬山當然不是只有一個人 我也邀請到的夥伴 也就是韓真 哈囉大家好我是韓真 那你平常有爬山的習慣嗎? 有 我目前同事跑步訓練 之前也擔任過SECLE教練 唉唷 好像非常厲害喔 但是其實我們今天爬的這個孝子山 雖然看起來長度只有360公尺 但它的難度其實是非常非常有挑戰 不管是里程或者是它的爬山 其實看起來沒有很恐怖 但重點是它的視覺饗宴非常有挑戰 那你來之前有做一些功課嗎? 有 我爬文一下 可是好像真的蠻難爬的 其實還OK啦 我覺得非常有挑戰 那我們就一起去挑戰笑死山 一起出發吧 GO 出發出發 我們要開始往笑死山前進了 這步道呢 在前面啊 其實它 我覺得難度來說 算是初階入門吧 因為它就是一堆石頭路 所以我覺得它難度還OK 但挑戰的地方在比較後面 那韓正你之前有爬過什麼比較 你覺得很有難度的山嗎? 那個無聊間 哎呦 無聊間是不是也要 也要用那個手套去攀岩那種 對對對 然後要手腳並用 無聊間好像拍照起來也蠻好看的 我覺得孝子山比較漂亮 你不是沒去過那種知道孝子山比較漂亮 我看照片嘛 好啦 好啦 等一下就可以拍到那種網美照了 走回幾步就開始喘了喔 我也開始喘了 給你們看一下這邊人間仙境 其實很美 前面還有遊客在爬山 這個太陽這樣灑下來 有沒有看到 水乾 那你爬山的時候有沒有遇過什麼 很特別的經驗啊 我最喜歡那種從高台跳下來那種感覺 尤其是水域這塊 所以你都會跑到深山那種小祕境 然後去跳類似瀑布那種地方 對啊 就是那種你比較喜歡的是 網美行程的那種爬山路線 還是說你喜歡那種很有挑戰性的 當然是有挑戰性啊 手腳並用我最愛 越騎區最愛 那聽起來蠻變態的 但是其實你非常具備冒險的精神 而且尤其我在宮頂前都會有個潛規的 就是除了拍美景風景之外 我一定要在山頂吶喊 因為我覺得那可以完全宣洩出來 欸你沒有平台喔 我們去喝點水好不好 好 休息一下 反正你走一下 欸對我剛剛聽完講的那個冒險故事啊 我想到我之前有看過一本書 他就在講一個日本的冒險家 他叫做植村植己 然後他之前去挑戰北極啊 他在那邊住10個月 然後10個月的過程是住那種完全是原始生活 不是住飯店或是民宿 他是真的挑戰在冰天洞地裡面 然後住在那邊生活 太厲害了吧 那那邊也要學會拉雪橇吧 拉雪橇是他一定要的技巧 不然他怎麼生活 你應該對他在那邊怎麼生活非常有興趣吧 對啊還蠻勵志的 我今天宮頂一定要延續他的心神 其實他有寫出一本書啊 也很感謝他那時候在 度過10個月挑戰的時候 有把它寫成一個書出來 這本書呢叫吉北直驅 那主要裡面呢 就是在幾乎他跟艾斯基某人一些相處過程 甚至他在這10個月的挑戰當中 遇到一些什麼樣的困難 其實都有把它寫在裡面 那整本書真的是非常勵志 你也非常喜歡冒險 我覺得這本書很適合推薦給你 那我今天要延續他的精神 繼續攻頂 GO 走吧 那我們繼續挑戰小子山 出發 欸這邊很有難度耶 我感受到了 我感受到了 但還好啦 這段過了之後 就會稍微緩和一點 然後即將抵達 就是孝子山的重點 出發 我們要爬 最有困難性的 你看現在前面的路人很挫 真的非常有挑戰性 準備開始了 這邊最難的路線 就是第一段這邊 全部都是鏤空的 欸韓箏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哇這個 欸透明的很有挑戰耶 天啊 而且我還要一手拿相機有點穿 哇塞 OK了OK了 扶好慢慢來喔 哇塞 欸這裡 你看一下我 這裡垂直90度耶 這絕對不能開玩笑啊 加油 最後一段了 快到了 手扶好 好陡喔 比上面風越大 哇光頂了 超美的啦 對啊 這狀況美景 還好沒有剛那個90度的 垂直坡沒有白爬 今天也完成我的目標了 那不免俗的 我們在攻頂之前 還是要喊一下 每次攻頂前的吶喊吧 延續一下 直穿直擊的這個精神 面對挑戰 不能落到而行好不好 勇往直前 勇無直進 YA OK嗎韓箏 OK啊 今天這路線應該 輕鬆吧 還可以啦 舒服舒服 腳會抖嗎 腳會抖 對啊 對了 哲瑞 爬山有什麼 訓練到上肢的 爬山訓練是上肢嗎 不是訓練 講錯了 講錯了 為什麼爬山訓練上肢 是要像我這樣 就是一直拿著相機 就會訓練到上肢 你應該是要問下肢訓練吧 對啊 下肢啊 然後還有什麼爬山的 撇步 其實爬山就是 主要啦 最常用到的大概就是 大腿的肌群 那 帶有肌群就是在 上坡或下坡 其實它都是扮演一個很吃重的角色 因為下坡它就是在 就是在剎車避免你會跌倒 那上坡的時候它就需要把你的體重往上撐 所以 你如果要爬山的話 其實你可以做一些簡單的 不管是登階訓練或是負重訓練 其實對於你在 爬山前都會蠻有幫助的 但其實建議啊 你可以選擇一些比較入門的山 像 其實孝子山我覺得是相對來講 是有危險性 有可看的難度 但是 它的整體的步道長度來說 其實是沒有太長 你的肌力還不足以說 會讓你覺得很有負擔這樣 還OK啦 今天的挑戰就是 看美景 然後克服恐懼 但其實以腳的難度來說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還好嗎 收抄一下 今天爬起來感覺怎麼樣 腳有點軟 那你今天有什麼 哪一段路你真的很印象深刻嗎 就那90度的那個 上坡 90度那個垂直壁面那邊 就是登頂前 但你不覺得登完那一面沾就是很爽嗎 蠻爽的就是有達到我 就是今天的目標 就是爬過那一面牆之後 完全就像 子春子季講的那個精神 好不好 永無止盡 真的是 爬起來的感覺就是 那叫什麼 越過山丘 那個越過山丘的感覺就是 你那90度這樣過去 上面超美 超級漂亮 今天真的是有完成到我們的目標 好啦 就是 以上就是今天我們來爬這個 孝子山的過程啦 如果你在這段期間也很有興趣來挑戰一下的話 這邊其實坐火車到平溪火車站 走路大約10到15分鐘就可以到這個登山口囉 他是韓箴 我是哲瑞 好啦 最後的結尾 我是韓箴 我是哲瑞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 拜拜